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语文学习六大板块方法全解 我是绍兴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特殊的板块 叫名著 首先说一说为什么我觉得它很特殊 因为名著其实有特别多不同的种类 我们去阅读名著的时候 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而且在不同的年级 我们的名著阅读要求也不相同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点 那就是语文学习六大板块方法全解 就是名著的内容特别的多 我们经常讲这种名著往往都是大木头的书 比方说什么西游记呀 三国演义呀 红楼梦啊 水虎传呀 每本书都特别厚 怎么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把书读好 包括我们到底在考试当中考名著要考什么 这是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重点分享的一个话题 首先呢 我想说一说名著 大家平时到底有哪些学情 我们还是先来讲讲学情 什么叫学情呢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从小到大 从小学一年级 到我们这个高中高三 对吧 我们到底每个阶段需要读哪些书 这是你首先应该知道的 你不要说读了半天书 到底需要读哪些书都搞不清楚 所以上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 名著的学情是怎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张表啊 这个字可能比较密啊 但是你仔细看呢 还是能看得到的 这个小学阶段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学段 第一学段是一到二年级 第二学段是三到四年级 第三学段呢 是五到六年级 这个学段的分类方法 不是我给你分的 是教育部分的 你去看一看我们的新课标 里边就明确的规定啊 不同的学段 为什么会分成学段 主要是因为 这个每个学段的特点比较相近 比方说一年级跟二年级 其实特点是很类似的 三四年级的特点很类似 五六年级的特点也比较类似 有人说老师那到了高中初中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啊 我们会分成第四学段和第五学段 所以首先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不同的学段 到底要读哪些书 以及有什么样的要求 首先是第一学段 我们看一下第一学段 主要主要是一年级和二年级 在一二年级呢 其实我们要阅读的 这个要求并不高 对吧 就是浅进的童话预言故事 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把它理解的有多深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新科幼里面 有个特别具体的要求 叫做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世界 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并且乐于与别人进行交流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家在读书的时候 不要紧紧的去说 这本书里讲了个什么故事 我看完了就完了 而是要能够有一点点 自己的感想感受 培养自己的感知能力 感受能力 而且最好能够把你读书的感受 讲给别人听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 所以大家如果是一到二年级的孩子呢 给大家几个建议啊 第一个是去读的书 以趣味性为主 比如说神话啦 比如说童话啦 比如说预言故事啦 等等等等 第二是说呢 你读书的时候 多去体会人物 多去进行感知感受 对吧 打开你的心啊 这个调动你的情感 第三呢 就是在读完了之后 最好能有亲自交流 对吧 比如说很多家长说 哎呦 我家小孩才一二年级 我该怎么让他读书 其实很简单 让他读完之后跟你讲 当然作为家长呢 我们在跟孩子聊天的时候 不要打击他 不要说 哎呀 你怎么讲成这个样子 你看我讲的比你好多了 这不行 你要以培养他的兴趣为主 这个时候是我们第一学段 也就是一二年级着重进行读书要做的事情 与此同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课标的要求里面 第三点 要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和格言警句 这是我们要求你们在读书的时候 尽可能的能够动一动笔 对不对 动动笔 把成语和格言警句名人名言给写一写 这就是我们在一二学段的基础要求 那么到了三四年级 到了第二学段 我们就发现整本书阅读就已经开始有明确的推荐了 三四年级呢 一般情况下会推荐这样一些书 比如说稻草人 绿野先踪了 一所欲言了 对吧 到四年级孩子两万里 昆虫记啊 中国古代神话 我们会发现这些书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们的故事性特别强 情节性特别强 这是三四年级阅读的特点 就是以故事情节为主 情节性可耐读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是因为三四年级仍然是在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的很关键的一个阶段 故事性太弱呢 他们可能就读不下去了 还有一个很多样的点呢 其实是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们的语文的阅读重点 还是在于阅读情节 写作重点也是在于训练写作情节 所以同样的配套的我们的明著阅读 也是主要重视情节 只不过 一二年级都已经告诉你了 读书要有自己的感受 三四年级当然更要有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里仍然在主张你跟同学去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 那到了五六年级呢 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我们前面讲阅读 讲作文的时候都讲过 五六年级的阅读 作文跟三四年级有截然不同 它是在从语向文过渡 其实在明著这里也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 大家去看这个新课标里面的要求 它有一个点叫什么呢 除了要给同学们讲自己的感受 除了要去分享这本书里讲了什么之外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叫做说明理由 什么叫说明理由 就是你不但要讲这个书是什么 你还要努力的去分析为什么 对吧 我对这本书有这样的感受 请问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请问为什么你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哪些内容让你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这就是五六年级的特点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五六年级 不管是明著还是现代文还是作文 其实他们的特点是相同的 就是开始重视你的分析理解能力了 一二三四年级不是那么重要 一二三四年级就是表达一点自己的感受 有点感受就行了 能够把一个故事讲明白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读书的时候能够把故事情节 把基本信息搞懂就行了 但是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 开始有分析有理解 这也是符合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特点 就是五六年级呢 是整个语文十二年学习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从五六年级开始语文的学习 从以语为主转向了以文为主 那五六年级的书呢 也会有一些区别 我们会发现五六年级的书很明显是更有深度的 比如说城南旧市出现了 忽兰河传出现了 对不对 再比如说三国演义西游记 四大名著当中 已经开始出现了 对吧 这个六年级的时候 上下五千年 你看已经开始有历史了 童年外国文学 包括这个鲁迅读本 在六年级都开始出现了 虽然叫小学生鲁迅读本 乌多古尔汤姆大叔的小吴三体 这些全部是五六年级的推荐书 所以呢 大家在五六年级读书的时候 一方面你要知道 我们读的哪些书 你不要到五六年级了 还在马小跳 对吧 还在米小圈 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读的时候 一定要侧重于理解分析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喜欢也好 我不喜欢也好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人也好 那样的人也好 我总有自己的原因 有自己的理由 这是我在读书 特别重视的一个点 当然我们会发现 除了读的内容不同 除了这个侧重点不同之外 我们在第二学段 第三学段开始 已经有了明确的字数要求 第二学段也就是三四年级 要求我们课外阅读 每年不少于20万字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自己有没有达到 五六年级 每年的课外阅读 不少于30万字 对吧 就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有一定的量的积累了 所以你们自己在选这个书的时候 也可以去看一看 这本书大概是多少字 我一年下来 起码要读几本书 对吧 当然如果你不会选书 在这里 我们已经给出了大家 整本书阅读的推荐 精选了每个年段的12本书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学 中学就是初中和高中 小学的时候的名著 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要求 是我要考哪本书 但是上了初中和高中之后呢 这个名著阅读 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考察题型 就是不管你是在初中的几年级 还是高中的几年级 甚至是中高考 你都要专门碰到一道题 这道题叫名著阅读题 而且我们的名著阅读题 是有非常明确的范围的 初中就是12本书 高中就是2加1 我们来讲一讲 初中12本书什么意思呢 一共有这12本书 是我们中考范围内要考的 同时呢 这12本书在初中的三年里面 每年读四本 所以一个学期两本书 一年下来四本书 三年下来12本 这就是12本书的基本要求 比方说这个昭华西时 对吧 就要求你7年去上学期 就必须得读 而且还要考 所以呢 其实初中的第四学段的名著阅读 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 但如果你今天还不了解这个规划的话 你说我上了初中了 是不是还是今天想读哪个读哪个 这是我们不建议的啊 我们建议大家根据具体的规划来读 对吧 这个在我们的新课标里有非常明确的界定 也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啊 所以每年我们要去读四本书 每个学期要精读两本书 为什么要精读 就是因为考试是要专门考的 而且现在考察的方式也不是很多年以前 很多家长所以为的说 哎呀是不是考一考物里边有个什么人 有个什么事就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哪怕书没读都不要紧 你或者说你读了没有感想都不要紧 对吧 你总能打上一个 不就是孙悟空 猪八戒 沙和尚白龙马 这谁不会打 甚至有时候我看一看 有一些基本的题目 这题目我也能做对 但是今天的名著阅读 考察的已经是你具体的 请你谈你的理解 谈你的分析 谈你的感受 谈你的认知 所以如果你读书的时候 没有带着思考分析感受去读的话 你的书读完了 答案也做不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中高考的 名著阅读的一个 现在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们又叫它叫整本书阅读 什么叫整本书阅读 简单来说就是 你去读书已经不能再去读片段了 已经不能再去读梗概了 必须要从头到尾 整本读下来 除了整本的情节故事读下来 还需要你去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进行理解分析思考判断 所以现在我们名著阅读的考察方式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到了初中 我们要求每年课外阅读 不少于50万字 大家可以想一想 今天有很多孩子或者家长 大家上了初中之后 总觉得 哎呀 这个没时间看书了 是吧 总觉得这个名著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要求 课外阅读不得少于50万字 你说那我少了怎么办 少了的后果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名著阅读题 直接不会做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你应该积累的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 写作的表达能力 审美能力和你的该有的文化底蕴 文学底蕴 你全部都没有 没有的话 你的语文的综合能力就会很差 所以它影响的还不仅仅是 你说我名著阅读这几分我不要了 还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在于你的整体的阅读 尤其是你的写作 会能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你的匮乏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新课标里面的要求 他说除了读这个书之外 要什么呢 随文学习基本的词汇 看到没有 要了解课文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化 文学常识 同时呢 还要学会去广泛的阅读 制定自己的阅读计划 对吧 所以我们初中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这些书必须读完 一本都不能拉 十二本书 三四五很好记 三本古代 四本外国 五本现当代 三本古代是哪三本 一本叫做西游记 这是我们七年级要读的 对吧 七年级的上学期要读的是 昭哈西式和西游记 下学期要读的是 海底两万里和骆驼翔子 八年级的上学期要读的是 红星照中国和昆虫记 八年级的下学期要读的是 傅雷加书和钢铁 是怎样练成的 九年级的上学期要读的是 爱卿诗学和水户传 九年级的下学期要读的是 如临外史和简爱 所有这些书都是要求精读 然后要求深度的思考 感受 然后我们在考察的时候 也会进行详细的考察 刚才说了三古四外 五现当代 古代的三本 一本是西游记 第二本是这个水户传 第三本是如临外史 这三本古代呢 七年级学西游记 九年级要求学的是 水户传和如临外史 当然这个时候有人就说了 说我都九年级了 我哪有时间去读水户传啊 哪有时间去读如临外史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时间 那就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提前读 对不对 读明著这个东西 你不一定非得攒到最后才读 它不像是数学学个一元二次方程 我一元一次方程没有学 二次方程我学不了 读明著不是这样的 你完全可以提前读 甚至如果你觉得你的初中时间 非常的紧张 这十二本书 你完全可以在深入初中之前 把它读完 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建议大家 抓住六年级结束 七年级还没开始的那个暑假 那个暑假里面 你一定要去多读书 因为你上了初中 会给你大量的读书要求 但如果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读 你可能就跟不上了 当然你说那是不是我没有读 我初中就确实找不出时间来 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始终觉得读书这个东西 始终是只要愿意挤时间 永远能挤出时间来 有时候我们古代人也是讲 你看欧阳修 讲什么时候读书 马上枕上策上 对不对 骑马的时候 睡觉前 上厕所的时候 就你只要愿意挤 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 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 怎么读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呢 我也会具体的给大家讲讲 就是民主阅读到底考试怎么考 我们平时读书的时候 怎么读才能读出味道来 读出感觉来 就是后面两个部分 我要跟你们分析的 好说完了初中呢 我们说说高中 高中就是第五学段了 第五学段 我们就是二加一 什么叫二加一 就两本书是全国不管哪的都要考 有一本书是北京的必考 其他地方现在还没考 但是你要知道北京有个特点 北京是全国的教育的风向标 很多年之前 2015年16年的时候 全国只有北京在考 虽连续行文本阅读 但是北京考完了之后 试完了之后发现很好 全国推开 所以现在虽然只考红楼梦和乡土中国 但是论语北京已经在考了 其他地方等你们高考的时候会不会考 我想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大家自己去判断 当然除了说高考要考之外 这三本书本身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的书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是高中的同学 这三本书一定要认真读 如果你觉得高中自己担心没有时间 早一点开始入手 特别是《红楼梦》和《论语》 《乡土中国》因为是一个学术作品 有一定的难度 《红楼梦》和《论语》是我们常读常新的经典作品 所以这个两本书你可以早一点入手 好 这是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名著学什么 我们到底要读哪些书 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整体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到底怎么考 让你们看看今天的名著是怎么考试的 给大家看几道中考的题 以中考题目为例 看一看这个名著的考察的特点 明白了考察特点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大概要朝着什么方向去学习 首先呢 在讲这个之前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就是我们的名著阅读呢 一定要去注意三个角 一个角呢叫人物 第二个角呢 我们叫它叫情节 第三个角呢 我叫它叫性格 或者叫特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 阅读名著的三个角 什么叫三个角 就是说我读了这本书 这里面有哪些主要的人物 这是叫人物 这人物的名字 对吧 这人物的形象 这些都叫人物 那这个人身上发生了哪些经典的事情 这个就叫情节 特别重要的情节有哪些 对吧 比如说鲁提侠全大人关西 鲁之声道巴吹洋流 这个武松 大闹鸳鸯楼 这些叫情节 经典情节 第三叫什么呢 叫做性格 什么叫性格 就是说这个主要的人物 他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这三个东西不是孤立的 它是一体的 我们在读的时候 应该把它一体化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考鲁之声了 要考鲁达了 那鲁达全大人关西 这是鲁达 对不对 鲁达的姓名也好 鲁达的出身也好 鲁达的这个基本特点也好 我们要大概知道 其次呢 鲁达这个人是什么性格 比如说极躁 这是性格 再有胆大心细 那接下来结合 他的性格特点 说一说 什么情节 体现了他极躁 什么情节 体现了他胆大心细 这就是我们在读明著的时候 重点要读的三个角 也就是说这三个东西呢 你要把它三个一体 你不能只读一个 我们考试的时候 这三种都有可能考到 有可能我给你任何的一个角 让你去推断另外两个角 比如说 我讲到猪八戒 我告诉你这个人物了 然后我就直接问你 猪八戒有什么性格 然后我再问你 什么情节能体现他这个性格 对吧 我告诉你人物 让你写性格写情景 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情节 然后问你说这个情节里面 这个人是谁 这个情节体现出了 这个人的什么性格 看到没有 这叫给情节 写人物写性格 第三种是给性格 比如说书户传里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什么 这个人是谁呀 然后说请你写出一个 能够代表这个人的性格特点的情节 发现没有 它始终是一个三角 所以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三个东西 连在一起去读 你在考之前 自己先去总结 先去想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方法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看 有可能出现哪些提醒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道题 这就是一个填空题 对吧 小说中有些情节 引人发笑 又耐人寻味 比如说猪八戒 胡伦吞下人参果蜂 又借口没有尝出味道 要让悟空再去取 这个就表现了猪八戒的什么特点 有没有发现这在考什么 在考性格 对吧 这个地方在考性格 就给了你人物 给了你情节 让你说这个情节 表现了这个人物的什么性格 我们答案是什么 吞下去 又说找借口说没吃出来 这是个借口 说明他还想要贪吃 所以我们回答贪吃 或者回答贪婪 都是可以的 第二个 格列夫游记当中的什么国的人们 这就是给你具体的情节了 用鞋跟的高低划分阵营 这个就是具体的情节 这里边有个什么国 考的是情节 小人国 第三个 如临外史中的人物谁 你看这是给了什么 给了情节 后面说夸张的描写了 是人最新公民的丑态 给了情节 给了性格 或者给了特点 让你去填人物 对吧 这是这个周静嘛 就是老同生周静 在公园一头撞下浩板 满地打滚通哭这个情景 对吧 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基础的考法 就是考基础的内容 但是考的是三角 这是一个 这个具体的答案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 第二种是什么呢 他说阅读名著要有合适的关注点 例如下边锁列 参照事例 选择一项 举例分析 这个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懵了 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理解理解 他里边有一个事例 这个事例是什么呢 是昆虫记 科普作品的科学性和文学性 这是对昆虫记特点的一个解释 说昆虫记本书有什么特点 它是一个科普作品 所以呢 它既有科学性 又有文学性 那底下就是举例分析 怎么举例的 例如缠在退壳的时候 这个皮从背上裂开等等 观察仔细描述准确具有科学性 这什么意思 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它怎么有科学性了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 再举个例子 说说它怎么有文学性了 对不对 科学性就是观察的仔细描述的准确 文学性就是语言生动 优美或者 对不对 这个叫科学性文学性 所以实际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接下来你从这三个书里面随便选一个 然后我告诉了你这个书的特点 你给我具体的举出能够表现这个特点的例子来 你看这又是一种考法 这个考法不是在说你给我讲讲这个人物 能表现人物特点的例子 人物性格的例子 不是的 而是说这本书的特点的例子 所以我说除了考那个基础的三角之外 它有一个更高级的考法 是考这本书的特点 当然你书的特点就要求你什么呢 要求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关注到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能够表现出这个书的什么特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精读 为什么说要精读 你只有把整本书读了 你才知道这本书的特点是什么 你才知道里边的每一个细节 大概能够反映它的什么特点 如果你只是直言片语的读了几个片段 读了一个故事梗概 你这个完全写不出来 所以它其实已经要求 你有自己的思考和分析了 对不对 比如说赵花西时 回忆中的我和写作时的我 是两种不同的叙述视角 听过我讲赵花西时的同学 这道题应该非常好答 赵花西时里面的每一篇文章 几乎都有这样的不同视角 白草原道餐物书就有 对不对 小时候的我是乐园 对吧 回忆中的我是乐园 写作时的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觉得似乎确凿只有一片野草 是不是 表达不同的感受 再比如说阿长与山海经 我也讲到过 为什么阿长与山海经 叫阿长与山海经 他在里面明确的讲到说 我小时候喜欢他的时候 一般叫他叫长妈妈 甚至叫他叫阿妈 讨厌他的时候叫他叫阿长 结果这个题目叫阿长与山海经 为什么 写的是自己小时候 跟阿长的这个相爱相杀 对不对 但是整个文章有一个 一扬先义的写法 所以回忆中的那个小孩的鲁迅 跟阿长之间是一种冲突关系 他很讨厌这个人的保姆 他觉得这个人很粗鲁 然后又很烦 然后又跟自己抬杠 对吧 但是最后长大了之后 是非常爱他 感激他怀念他 所以这就叫做 用两种叙述视角 表达不同的情感 所以如果我们去举例子 就可以举这样的例子 我们是用召发系统 来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然你还可以用 名人传啊 用爱情诗选啊 等等等等 那这种题目就要求你 对整本书 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和分析 所以大家你看 这种题难道是 你读一个梗概 做两道名著阅读题 或者是 我听别人讲一讲 这本书大概讲了什么 故事导读 就能够做出来的吗 绝对不是 对不对 所以做这种题目 需要我们正确的审题 然后也需要我们 真正的静下心来 把整本书 带着自己的思考感受 进行阅读 所以明著阅读会越来越回归到它的本质当中 它的本质就是我们扎到书里面去思考去感受 有思考有感受 你才能做得对明著阅读题 好吧 这是第二个题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提醒 第三种 说水浒传里边 梁山好汉 大多有好打暴不平的特点 例如卢之声号称 残障打开危险路 借刀杀尽不平人 武松也宣称 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罕 不明道德的人 我如果路见不平 正来拔刀相助 我便死了也不怕 然后说作为当代少年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 这一类打暴不平的行为呢 这个题是什么题呢 其实是让你针对书里面的某些现象 谈看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主张的 我们读书既要读进去 又要读出来 读书学习都是为了应用于今天 学以致用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 所以我们今天的考名著 其实也要考学以致用 就是你读到了这本书 你学到了一些东西 你怎么看 你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一直在说 读书要带着思考 不光要带着感受 还要到的思考 思考就是思考这个 除了说思考这个书里边 每个人物什么特点 分析每个特点 对吧 作者要表达什么 除了思考这个之外 还要跳出来思考 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的正确看待这一类行为 怎么做才是对的 对吧 这是书给我们的启示 而且呢 这道题里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醒 就是怎样正确看待 提醒你怎样正确看待 跟怎样看待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 这个感觉呢 其实你也能打 但是没有怎样正确看待 给你的提醒更明显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意识到 这类观点 这类行为 一定是有它的合理性 但也一定有它的局限性的 否则就不用提醒你说怎么正确看待 因为它里边一定有不正确的地方 对吧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找到它的两面性 一面性是打抱不平 见义勇为 这是个好事 但另一方面呢 要不要借刀杀尽不平人 拔刀相助 直打天下不明道德 要不要就打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见义勇为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应该分成两点去看 作为一个当代少年 对吧 你不能是个偏激的 说打得好杀得好 要是我我也杀 那你这 我们选的就不是你这样的人了 对不对 或者你说哎呀 怎么能这样呢 保证这个命最要紧 这都是不对的 我们正确的从里面提取它的合理性 同时揭示它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 我们就可以答 这种行为当中的合理性 在于它的这种见义勇为 对吧 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从不合理性 从局限性来讲 鲁志生也好 武松也好 他们的动不动就出手 这样的一种鲁莽 甚至造成人命官司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是不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值得我们今天警惕的 我们作为当代少年 应该更加合理的去处理这样的事件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正确看待 所以你看这种考法 其实是在考你什么 考你如何进行分析 就是书里面的某些行为 我们进行如何进行分析 如何正确看待 然后如何把书里读到的东西 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之间发生关联 这是我们的这个一类考法 好 这个参考答案大概也是从这样两个方面去讲的 对不对 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 既要看待狭肝义胆的义的一面值得弘扬 或者我说见义勇为的那面也可以 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冲动 鲁莽造成不良后果的一面是不足取的 对吧 一死相近就可以了 所以这三分呢 你看就是第一个叫表态 就你到底赞同还是反对 还是说赞同一部分反对一部分 第二就是说赞成的是什么 第三是反对的是什么 为什么反对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的明珠要读 其实都是让你去谈自己的想法 谈自己在读书的时候的思考和感受 收获 对吧 但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没有思考感受 那完蛋了 谈不出来 就跟你写作文一样的 没有思考感受的人 什么也写不出来 所以大家读书该怎么读 我想你听到这里应该有所了解 好 前面这个部分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了一下 这个考情 就考试大概怎么考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刚才说考试要注意三个点 第一个呢 是最基础的信息 基础信息的掌握 我们主要掌握三个部分 人物 情节 还有相关的性格特点 主要去掌握这三个部分 这是我们在阅读一本书的基础 就是说我读了这本书 我总得知道这书里讲什么了吧 对不对 我们在考的时候怎么考呢 考人物 考情节 考性格特点 只不过现在的考法 不是孤立的考 而是把这三个揉到一起 是一个三角 这是第一个 我们读书的时候要注意的考法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在阅读的时候 要有你对于整本书的评价和认识 就这本书 它大概讲什么呢 它有哪些特点 以及书里面的哪些内容 能够表现这个特点 对吧 刚才我们举的那道题目的例子 就《招化戏》是《名人传》 《昆虫记》 对不对 就是爱情诗学 就是说这本书的特点是什么 然后能写出一个书的特点 然后还能写出具体的举例说明 这是第二种